这算是柯文哲案的一个延烧案外案 变成国民党的往内互打了 好 这个中心点是来自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国民党籍的钟小平 其实他过去跟柯文哲是走得很近 是挺柯来参选这个总统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柯文哲出事之后 几乎看到钟小平天天打柯文哲呢 原来现在原因被曝光 这个沾江村之一 是因为曾经追求这个民众党女神 追求不成恼羞成怒狂打磕吗 好 这个不止有人的名字 现在直接就给你公布是谁了 民众党女神就是前桃园市议员参选人曾颜杰 甚至连那个跟钟小平之间的 LINE对话记录也真的给你曝光出来 像是看到钟小平好像有点夺命连缓空 女生都不敢接 那最后就对方不接说再干嘛 女生就回了一个字忙 然后接下来问什么时候吃饭 说很忙 结果突然丢了一句想念你 还说想炎炎 另外就是有一些好像比较暧昧的话语 都出现在了两个人的LINE对话里头 但是钟小平对此驳斥 他说我根本没有要追他 就是交交朋友 深圳不怕影子鞋 没事 那这个周一就要来对对方进行提告 钟小平说了 那这个女方说什么呢 女方说你要来告什么 我都不知道 要告赶快去告 刚好让法院来认证你这个变态 那加入战局的桃园市议员 沾江村也说了 钟小平他就是一个政治变色龙 哪里有好处就往哪去 天天跟这个哈巴狗一样 不屑跟这样的人为伍 那这个爆料补一脚 说这个学姐黄静莹 也是站在这个 跟钟小平敌对的一方 他说钟小平去年大选的时候 拼命的疯狂打电话给我 就是要我去帮他站台 那当时这个学姐是婉拒了 钟小平还是继续的狂奴 服他 钟小平也不否认这件事 他说的确有打电话 拜托来站台 那认为如果整件事情 女方有不舒服 你事后要讲嘛 你又没讲 现在采用这种爆料的方式 认为黄静莹是在说谎不公道 因为钟小平说 当时请黄静莹来帮他站台 其实也是柯文哲的主意 那另外钟小平追的不止一个人吗 被说这个追女生 最忌讳什么乱枪打鸟 女生最讨厌这种 他就说其实不只是这个曾妍杰 被他疯狂的追求过 2015年还曾经爆料 在这个节目上就直接传纸条 向高嘉宇要电话吗 好非常的混乱 这件事情之外 今天又传出了新的案外案 那就是三江村又在脸书加码爆料说 钟小平有多离谱 曾经私讯给这个女生曾妍杰 说什么时候吃饭之余 居然还这个指定说 可不可以找这个照片当中的女生 一起来参加这个宴会呢 那当然女方当时是拒绝的 不过针对这些指控 钟小平说这个深圳 不怕影子鞋 她说要提告 我们就来听钟小平怎么说 学姐我有打电话 打电话给她拜托来 那谁不 她很想来啊 然后她爸爸也是支持 她来站我的台 她爸爸我讲了 然后可是黄珊珊打电话 给她不准来 所以整个 所以造成这种蓝白没有合 而让没有当选 而让吴沛宇余翁得利 你票分店当选 最大的凶手就是黄珊珊 然后这个村长 以及这个大言 我们在礼拜一会去提告 我觉得大家本来是朋友的事 就是他也同时 他也最后也警告我说不要 他把讯息收回 那当然可以还原 在检察官里面 他说不要再打了 再打他就要对我不利了 大言 那我才不管他了 我们追这个弊案 而且我们一生清清白白的 然后就是我也没追他 然后就交朋友嘛 大家也很多年没有联络的 大概五六年七八年 没有联络了 所以恶意的操作政治 特别是这个村长 你是爱出风头 你来蹭我 你还是谁 党内谁指使你 所以我们两个我都会提告 好 钟小平说要告 而且是两个人一次告 那要被告的这个桃园市议员 曾江村也不怕 在脸书继续加码爆料 说钟小平曾经私讯 问这个曾妍杰什么时候吃饭 也说你可以找一些女生朋友来 还进一步的就直接 上到指名 说这个合照当中最左边的这个女生 你可不会找这位美女一起来吃饭呢 怪怪的吧 你还指定要谁来陪吃吗 好 针对这个指定妹这样的风波 曾妍杰说他当下就立刻回应 非常的不舒服 指定谁出席 我不太想参与 感觉怪怪的 觉得不太正当 好 曾江村就质疑钟小平 是当人家是宴席妹吗 还看着人家社群照片 轻点陪宴名单呢 好 真的非常乱 刚才我看到网友说 好乱啊 怎么那么多人都加入战局 好 对于这个钟小平说要提告嘛 那这个女主角曾妍杰 她其实也在脸书录制了影片反击 说自己讲的都是实话 所以实在不知道钟小平是要告他什么 另外也还原了自己跟沾江村抱怨的过程 今年的9月2号 我在跟沾江村议员聊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说 我觉得钟小平那人怪怪 他真的都对我讲一些奇怪的话 然后我就把截图 就去钟小平跟我的对话框去截图 结果我当下好时不时 不小心把截图全部传给钟小平 他秒读 然后我也下到秒收回 就这样而已 我们就再也没有任何的互动 然后就如后来爆发的事情一样 大家都看到截图的内容就是那些 什么想演员啊 喜欢你啊什么什么 他有没有人要追我无所谓 可是这都是他对我讲出来的东西 所以这个人呢 可以把黑的讲成白的 然后什么东西都对他不利的全部都否认 我不知道他要干我什么耶 我讲的都是实话 我跟沾江村聊的内容也是在抒发 我自己觉得 其实我当下是觉得受到骚扰 不太舒服 我觉得这人怪怪的 我跟沾江村聊的内容都是我自己亲身的感受 这样滥用司法的人 就像他去告柯文哲也是一样 就是他也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据 或者是他也没有什么站了住脚的地方 就这样到处乱告 当时我只是一个助理教授 现在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 他就这样子滥用司法欺负百姓 从想炎炎变成想告炎炎吗 台北市议员钟小平被桃源市议员 沾江村曝光和钟炎杰的对话记录 引爆追求不成反打磕的说法 而钟小平很呛说明天他就要去提告钟炎杰 对此钟炎杰也在联署回应说 钟先生你要确定我什么都有截图哦 你要确定检察官恢复讯息 你会被打脸哦 钟炎杰还提议这样好了 我们去测谎说谎的人全家死光怎么样 表示自己也可以提告钟小平诽谤 因为自己并没有威胁对方什么 炮红钟小平是丢脸到语无伦次吗 所以针对钟小平扬言明天就要提告 曾延杰回应说要告快告 让法院来认证你这个变态 而钟小平又最新回应了 他表示这些都是被乱扯一通 还自认因为自己是名人 所以现在是被对方给碰瓷了 我们来听 其实他以为全天下的人都跟他一样智障吗 谁会用文字留下证据 然后去恐吓别人 那我听到钟小平昨天也是说学姐什么 说本来要帮他站台 后来黄珊珊不准 你觉得学姐有可能讲这种智障的话吗 就是钟小平真的觉得全世界的人 都跟他一样没脑袋吗 就很夸张的一个失智老人吗 还是真的是没有存在感 一定要被社会遗忘的老人 所以到处说谎 耍唇带感吗 对他说他明天要对你去提告 你也没在怕 那就快一点快一点 因为我很想让他快点 变法院认证的变态说谎 他可以一个议员 我很压抑他这样子讲 一个议员可以这样公然说谎 然后讲的脸不红气不喘的 那你们不觉得 那他之前讲的 他的人格就这样破裂了 他就破烂人格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是这种人 而且我这个新闻出来 有很多认识他人都跟我说 他就是这种人 你不要太压抑 他就是这种刷存在感 一个说谎刷存在感的人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追弊案是辛苦的 为什么 因为不只是民众党的反扑 而且又像抹黑 我们是名人嘛 形象好 他在乱扯一通 我们也必须回应 你知道吗 是不是 对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不可能这样子就不追弊案 因为追弊案是我们天子 我们是市议员 台北市的土地有弊案 然后我也会把这些记录 就是拿给检察官嘛 来查 因为你乱扯一通 为了要阿伯 然后这样打 我认为这样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所以我要提告嘛 我看我名人 他这好像碰瓷事件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